经过一场旷日持久,争斗激烈的初选战役之后,福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·桑德斯正式结束竞选总统,并正式支持民主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,希拉里·克林顿。 她将成为民主党提兵的总统候选人,我打算尽我的所能,确保她成为下届美国总统。 在桑德斯宣布支持克林顿之前,双方阵营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折中谈判。 桑德斯此举为民主党团结在克林顿身后打下基础,克林顿将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·川普对决。 在新汉布什尔这里跟他站在一起时,我忍不住心想,我们如今站到了一起,这次选举接下来也有趣多了。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?我们团结在一起,力量更大。 川普在推特上指责桑德斯把自己出卖给克林顿,辜负了支持者的厚望。 在他的造势集会上,川普继续就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问题向他猛攻。 分析人士约翰·弗杰说,桑德斯支持克林顿是朝党内团结迈出的重要一步。 我认为如果说桑德斯在竞选中有好角色的话,其实就是专门攻击唐纳德·川普,支出他的弱点。 倒不是说大力支持希拉里·克林顿,而是告诉他的支持者,川普并不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取代民主党的选项。 克林顿在赢得年轻选民方面遭遇困难,他们中的很多人喜欢桑德斯。 盖洛普民调专家弗兰克·纽伯特说,桑德斯的支持可能对克林顿会有帮助。 除了桑德斯之外,克林顿还将依靠总统奥巴马的帮助。 上星期,奥巴马就在北卡州为克林顿站台, 可以预见今后这种同台竞选的场面还会多次出现。 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